Hello 你們好 我是Melody 歡迎你們看Melody Pose Studio的Pole Dance教室 今天我會和你們一起拉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follow Melody Pose Studio Facebook Page 我們的IG Like和Share我們的Post 現在第一個動作 就先教你們怎樣放鬆你的Heap Flexer 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Heap Flexer通常都會好緊 這個是因為我們平時坐很多的關係 令到它經常向前屈 我們要伸展回去 就要做現在這個動作 右腳放在前面 左腳在後面 膝頭千萬不要超過你的腳趾 兩個Block放在你的身邊 然後後腳腳踩實地下 吸起身體拉長 呼氣降低 吸起拉長身體 呼氣降低 你會很想把大腿放在地上 但是膝頭要離開地 就是說在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千萬不要放膝頭到地上 然後我會在這裡hold 30秒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大腿前面的這個位置 拉得很緊 可能會有點痛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拉筋的目的 因為它太緊 所以它才會痛 當你拉鬆了之後 你就不會覺得那麼痛 第二個動作我們會用瑜伽繩來幫助 將這個瑜伽繩圈住後腳的腳腕 然後再做右腳放在前面 左腳在後面的這個動作 現在拉著左腳的Heat Flexer 我會將右腳踩在前面 膝頭千萬不要過腳趾 右手向前伸展 拉上天花板 拉向後 然後當我看到自己的左腳的時候 我就曲起左腳 拉著一條瑜伽繩 如果你需要將你的Heat向後 才拉到你的瑜伽繩的話 不要緊 拉完之後 記得放下你的大腿 放下你的Heat Flexer 在拉這個動作的時候 千萬不要將屁股隔起 好 然後我吸氣 呼氣的時候 將腳拉近 吸氣的時候 我會想將我的左腳放在地上 打開胸椎 望上天花板 呼氣 收進來 如果你能夠抓到自己的腳的話 我們就會抓住自己的腳 呼氣 將腳拉進來 吸氣 腳上方向後 打開胸椎 望上天花板 第三個動作 我們會拿回瑜伽磚 放在你身體的兩旁 動作和剛才是一樣的 這次我們吸氣的時候 拉長身體 呼氣的時候 將瑜伽磚 向後 吸氣 拉長身體 呼氣 將瑜伽磚 向後 你的目標 是想整個左邊大腿 都可以碰到地上 我們會在這裡 繼續做十次 如果你可以不用瑜伽磚 就碰到地上 我們就可以不用瑜伽磚了 下一個動作 我們會坐在 Pigeon Pose 前面的腳屈曲 後面的腳就是綁著瑜伽繩 用同一隻手 拿著瑜伽繩 然後勾起腳 手肘屈曲 拉到肚子的位置 再向天花板推起 兩隻手同時捉著瑜伽繩 吸氣的時候拉長手 呼氣放低腳 回來 你可以收短一點瑜伽繩 吸氣拉長手 呼氣放低腳 你會一直收短你的瑜伽繩 直至你可以用手 直接捉著腳 在這個時候 你會flex 將你的手放在腳底下 同一樣的動作 好 將你的手肘拉近自己 手肘向上推 可以的話 另一隻手 都捉著腳 因為我現在拉著左邊的hip flexor 所以橡筋就會勾在右腳 我們圈著橡筋之後 會去downward dog的位置 左腳拉著橡筋 向後拉 橡筋的重量就會幫你練到腳的力 還會幫你練到pan pad 如果剛才的動作 你的手按在地上的時候 主力腿不能伸直 或者你的手按不到在地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鋪來輔助 或者你可以找其他東西 讓你扶著手 好 橡筋一樣是勾著地上的腳 我會抓著鋪 身體一點點向前 然後 後腿用力拉著橡筋 這個辦法 跟在downward dog的時候做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做downward dog的時候 覺得腳不舒服 或者手按不到地上 你就可以拿著鋪 或者可以扶著椅子來做 剛才就和大家一起做了拉腳的練習 下次再和你們一起拉肩膀 今天就來到這裡 拜拜